大家好,我是罪营,今天今天是我们的圈黄雷尔,欢迎在前面一起办的比赛解说,这种比赛依然来自于镇天成和萧生拳 好,这次看他们选的什么角色,开场镇天成就用东杖作为首发啊 这个东杖如果开双比赛的话,伤害是非常高的,你看这一套打起头中落梯,飞吸 哦,中落梯,飞吸,反边再取消一个大招,后面萧生拳直接残了,就这么恐怖啊 哦哦,最后再骗头一下子,萧生拳根本就是无力反击 接着看萧生拳下一个角色,开场有点不慎,接着看萧生拳的二级趟红丸出手 哎,红丸出,红丸的拳脚功夫绝对是高于东上 哎,我们来看红丸,到底呢,哦,跳中腿打那一项,轻腿拳头马斯开BC 好快的一个手术啊,两段三段,来看四段 五段拳头马斯接雷光拳,哇,接了一个分身大招 也是可以的啊,伤害也是非常高 接着看下一回合 今天双方就是来秀操作的,我感觉 操作的,操作第一比赛第二 选拳头马斯一段,哎,没有接起来两段啊 现在红丸继续跳中腿跳在地一项一手 克拉克是属于投机角色,咱们来看他能不能发挥的很好 哎,红丸又想套招了,轻腿选拳头马斯开BC一段两段三段 雷光全超杀带走了 这个红丸一出,战天成立马又哭了嘛 接着看战天成最后一个不知火舞 这个经过日光玉洗礼的不知火舞啊 嗯,已经黑掉了 黑化的火舞 哎,不知火舞还是挺不错的这个速度啊 但是面对红丸这种超上的拳脚压制 他还是中招了,轻腿选择马斯开BC 超杀雷光全 阻止一点血,一点血 但是感觉不知火舞已经扛不住了,带走 肖成全拿到第一分 好的,下面接着进入到下一局 下一局战天成继续做一个渲染啊 又随机 接着看战天成仍有不知火舞啊 对抗肖成全的克里斯 哎,肖成全这一局呢 他依然有二级堂虎玩 克里斯开启一个操作 但是距离不够,接CD接不上 他如果再多接一点的话,应该是可以的 哎,不知火舞爆气了 爆气之后能不能开一发隐藏大招 让我们见识一下 不知火舞的好身材呢 哎 哎,好,好像这个距离开不到 不知火舞也没有开隐藏的迹象 他直接开启了循环超杀,带走 战天成表示不再浪了 最终变身也被投到 被废掉了,带走 接着看下一回合 今天双方又是火力全开 又是拼手术的时刻了 只要他们两个一打 那手术肯定就上来了 你看这个下青角 这手术真的好变态啊 落地摔 下青角都能点出来这种鬼畜的效果 战地雷光拳 哎,不知火舞 压住,再逃 红玩起身 跟他一个轻攻击,其实也就没有了这局 接着看战天成下一个角色 战天成的金馆长 哎,金馆长 通完又开始了 还是这种超权的压制啊 青腿选择马斯 并没有开PC 那就再来一次 青腿 哎,又失误 又失误了 这局为什么失误这么多了呢 超杀雷光拳 还是没有放掉 金馆长仍然有一线生机 中段对手肯定不中招 一个中段防出之后 快速又引起身人向后撤 这也是一个套路打法 旋风队还是被吸了 金馆长的吸血脚 一脚踢被空中截壁 哎呀,哎呀,没有截住 金馆长慌了 现在看战天成下一个角色 战天成的玛丽出手 哎,玛丽出,众生沉浮 看玛丽有没有什么精灵操作 主要是他的领层大着伤害很高 但是红玩的拳脚也不是闹着玩的 再加上肖生权这个可怕的手术 他没有了 肖生权跪了 带走 拿下红玩就是成功的第一步 接着看肖生权下一个角色 好,肖生权手底角色 他用了一个安迪手底 和这个玛丽的裤子 感觉还是情侣装 跳入,压住,开BC了 玛丽现在直接循环操作 开始吧 玛丽在这个版本里面也是可以开双BC了 操作和原版大不相同啊 连招都变得很多 可以无限连续循环 就像13那样 接着看安迪也是一个重拳摸了过来 跳C地板,堆下来,堆下来 哎,好来了,玛丽 隐藏大招玫瑰,带走 一点血也不能流 好的,现在战天城拿到了第一分 我们继续看下一局 双方比分又拉平了 每次都打得这么焦左 高手对战 总是要打到最后一场才罢救啊 很少有碾压的那种情况出现 除非手感不好或者心态炸了 这一局战天城还是有玛丽 哎,双方都选了库拉 然而肖生权倒是没有红王了这把 生龙开BC 现在开始了肖生权 直接接入大招 冰他一边 冰完周消声权继续跟上去 哎,对手转腿 开BC了 哎,也冰他一边 你会冰,我也会 你的技术强,我的技术比你更棒 哦,又来 哎呀 踢到一脚也接上了大招了 速度很快 生龙又想凹 没有凹到 生龙再凹还是凹不到 对手肯定是快速一个缺反 正中肖生权的下坏 好的,来看下一回合 战天城的草剔精 选出了草剔精了 这一局肖生权要谨慎一些了 能尽快搞定就尽快搞定 肖生权才开始了 隐藏大招 还真重啊 平时都是战天城 有隐藏大招秀别人的吗 今天看来是反过来了呀 哦 草剔精大事一去吗 哎,草剔精荒哟 哦,这个BC没想到 这真的让人意想不到呀 这操作 其实不是该上天 带走 直杀肖生权下一个角色 好的,来看肖生权的气甲胜 气甲射也是非常强 况且还是大蛇气甲射 跳地压米香 看草丁 哦,草丁跳动的直接开了 开BC了 只要一开BC 就注定伤害会非常的高啊 反边塑铁操作 连队 最后接入大蛇剔子带走 好,肖生权下一个角色也要出现了 咱们来看肖生权的拉尔夫 拥有蛮牛壮的这个角色 恨角色也是个 好,清拳点杀 开BC 点杀开BC 哦,用超杀做了一个手底 收尾 完全可以收掉 超杀伤害太高了 草丁硬衣柜 战典城还行吗 看战典城用什么角的手底 他用了个玛丽 还是用玛丽 对这个玛丽是潜有毒中的 感觉比草丁精还要爱 但是拉尔夫他可以蛮牛壮 清拳 他闪身了 战典城慌了 这一闪身刚好被肖生权怼到 开启蛮牛壮应怼了 又一个超杀收尾 带走 这个超杀太恐怖了吧 肖生权拿到了第二分 接着看下一局 下一局战典城再次选人 肖生权也选人 每次角色都不一样 这次战典城仍然有草丁精 这个大跳 大跳直接中招 只要被点一个青角 就会引发一连串的血案 克里斯基因大招怼得上天 大半关血没了 战典城起身看 能不能用一个隐藏大招 来一个反制台 投一把 滑斩 拗不中 清腿来了 草丁精来 想打立项不可能的 生龙怼上去是可以的 但是血量还是没有拉回来 鉴于这种情势 战典城不防 背水一战 但是好像背不了了 这下真的被推死了 直接落水了 这把 现在看战典城下一个角色 又没有草丁精了 草丁精 扛不起大棋了呀 现在 那就看战典城的大门吧 哦 一个青角又中招 不是吧 在克里斯很变态的说 一发超差上天 萧丁拳稳中待狠 好 哦 挑C 压 BC 判定对手会乱动 直接用bug阵阵掉他 下面来到萧丁拳下一个角色 没想到战典城的大门够狠了 咱们猜一下战典城的体型 是不是像大门一样 裸地阵 猴子呢 猴子你看又是一个非常犀利的操作 原来又不是很是不幸中了 这次要用紧藏大招bug阵了 无法防御的 只要压好起身 最后一拍 真 小春拳还有一点血 战典城的大门 还是要浪 一点血要浪 小春拳是浪不起来了 大门倒是浪起来 继续看下一局 经过此局一战 我们知道战典城的这个主力 应该就是大门了 大门也是用 他用的非常好的一个角色 而且让小春拳感到畏惧的一个角色 小春拳的棍子 用下招开BC 好的 现在板边开启一个98C的操作 落地地雷 再走 如果不死还可以再接烽火轮 现在来到战典城最后一个麦卓 这一次 麦卓解决 我们亲切的撑之后 遇见 麦卓 逆箱 肯定是打不到 这个跳点太高 比利很有可能 用一个下劲 继续掏倒 看麦卓该如何接招吧 青腿点杀 没有开启的BC 青腿再点杀 麦卓还想顺势推上去 但是又被点杀了 青腿点杀 转棍子 转转转 大招接入 带走 没带走 接了个普通大招 带不走 但是战典城好像 哎 战典城就在最后的时刻突然接了一个死亡之爪 不是吧 战典城没血了 肖成员又留了一手 给战典城 哇 翻盘 翻盘了 你看意外吧 这对肖成员来说是又惊喜又意外啊 双方又来到第五局 总是给对手留下最后一点血呢 接着看战典城的草蹄精 千万不要留最后一点血这个版本 只要留血 对手就有可能残血翻盘 一套带走 哎 现在这个没办法又来了 好的 压住 前些中队肯定开表 现在又被李梅一脚踢到了 哦 跳C打中 手打点太高 没有接触 很少见李梅打得这么激进 让对手难以喘息 战典城的草蹄精 就是修不起来 不管碰到谁 哎 荒咬开BC 秀起来了 这就是秀起来了 哇 一发超杀 看来也只能欺负一下李梅了 这这个草蹄精啊 李梅他就是没办法 没没没关系 接着看 敲准拳下一个角色 克里斯 没能力啊 嗯 再怎么打还是没办法 接着看克里斯的BC开了 人物属性在那里摆着呢 真的不行 C地 大招 哦 放掉 草蹄精神就怕这个克里斯啊 以及好几次 这一场都好几次遭遇克里斯的毒手了 接着来看战典城的不知火舞 哎 克里斯现在直接推了过去 推 不知火舞呢 不知火舞好像见到克里斯 也是像厚子见了猫 很难征服的一样 嗯 克里斯开始了 哎 很难抓住 因为气太多了 所以说一个影子闪就闪过来了 你看各种影子闪 重拳开BC 开始了 一套手速循环 恋爱循环 接着看下一局了 没有 哎 还到不了下一局 哼 滑铲不是吧 难道说战典城要到下一局了 下一个角色了 没了 没了没了没了 没了 没了 不知火舞 一不小心还是浪输了 接着看战典城下一个角色 战典城的替甲射 哎 替甲射 哦 克里斯自己跳地打地下 哦 抓头 跳地 再抓头 哦 想再抓头 克里斯猜到了 克里斯也直接来了一发后抓 这个套路 对他们 神经百战的玩家来说 根本就是一个小套路 轻松实破 七家车一点血了 不行了 大家来不关注 每天更新 记得对视频